基隆市议员陈冠宇引用近来内政部长也是前基隆市长林又昌 针对年轻人买得起买不起房子引发争议的新闻 咨询市长谢国良针对房价居高不下 年轻人买不起房该怎么办呢 基隆市长谢国良达巡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表示 应该要尽量不要盖豪宅 多规划小坪数的房子 特别是未来基隆捷运开发过程中 周边可能有许多共购的地都应该这样规划 可能有抑制房价飙涨的效果 协助让年轻人买得起房也方便通勤工作 至于您讲的这个房价 长期来看我们的确要想办法控制 那要怎么样控制呢 就是尽量不要去盖豪宅 那怎么样不要去盖豪宅呢 我有一个理论你听听看 就是说这个要跟都发出一起讨论 因为这个目前没有现有规范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地政府要释出的时候 他应该是要画小坪数的 他不要去做那种大坪数的 为什么 因为小坪数的都是我们小资 都是我们很多薪水阶级工作组 大家买的房子 可是如果你把你没有设计 这个建商他们在规划他们的整个建筑量体 跟内容的时候 他就是往大坪数的规划 那很可能就会有更多的这些飙涨空间 那当然如果是他们的地 我们就必须要比较尊重他们的规划 可是未来整个在捷运的开发过程中 我认为会有很多供购的地 或者是政府可以依法取得的 我认为应该要去考虑 让更多的薪水阶级 更多的年轻人 有机会来买房 那要来买房 要买什么样的房 就是这种比较小坪数 但是在捷运周边的 我觉得这样子相对之下 可能对房价的挤注 市长 我希望会有一些帮助 市长 所谓小坪数是指几坪呢 市长谢国良私下表示 大约30坪以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